你知道外派的事情 云生哥一直不签字 是因为你吗 你宁可毁掉他的前程 你也不愿意让他 去公派刘璇 也要把他留在身边 你不自私吗 米白 还记得那天 在彩虹下 你替我向云生告白吗 其实你也是在为自己告白 对吗 抱歉 我也是才知道 原来你也喜欢云生 是姐姐欠你太多了 我一直都自私地 霸占着这份爱 云生哥 你就站在那儿 我有话跟你说 有些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一直都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从很早以前就喜欢了 我喜欢你 其实我也喜欢你 你宋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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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妮已经同意了解一下 苏妮公医院的项目 真的 所以麻烦你 都准备一些资料 我晚上回去给她带回去 资料还挺多的 那我准备好了之后 我尽早给到她吧 姐夫 你最近是不是跟师姐 一直闹别扭啊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师姐 看过这个视频了 我叫她说 说明明 在新年 你已经决定好要去外派了吗 这个视频怎么回事 你故意给苏银她 他还要跟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走 女生哥 我对你的心意 你就一点都体会不到吗 当初 当初跟你表白的人是我 最先喜欢上你的人也是我 我可以把你让给姐姐 但是我不愿意把你让给苏盈 而且他这么不珍惜你 这些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 为他受了这么多委屈 他根本就不配得到你的爱 虽然你是替米苏表的白 但当时我大意和喜欢的人 都只是米苏 你们两个在我心里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米白 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朋友 一个妹妹 不是的 是因为从我回来开始 苏盈就一直在 但你们现在已经分手了呀 她这么不珍惜你 你在她的生命当中 就是一个过客而已 余生哥 但是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可以一直陪着你爱着你的 我也可以代替姐姐一直爱着你 你答应 分手只是暂时的 我很清楚自己的心意 现在和以后 我爱的人都只会是苏盈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 知道了 我在收拾东西呢 其他东西你不是都带了吗 好 喂 你在哪儿 有事吗 我问你在哪儿 浅江啊 我刚才是朱阿姨的房间 孙音不在吗 他刚走一会儿 说是回去收拾东西了 好 谢谢 你连见我都不敢吗 什么事不能电话说 你装什么装啊 你在云生哥面前做了什么事 说了什么话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什么意思 视频是你给他看的吧 你挑唆他来骂我 你现在开心了 所以他知道视频的事情了 你现在恼笑成梦了 我只是想追回自己喜欢的人 我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 素颜 你别以为你笔稿成功了就顺利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还有 我刚才叶已经跟云生哥 表明过心意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所以呢 他回到你身边了吗 自作多情是种病 至少我是真心爱他的 不像你 你知道外派的事情 云生哥一直不签字是因为你吗 你宁可毁掉他的前程 你也不愿意让他去公派刘璇 也要把他留在身边 你不自私吗 你不会真的觉得 云生哥有多爱你吧 你觉得他爱你 他会离开你吗 我告诉你 苏宜 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相处得 很开心也很愉快 我觉得云生哥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开心多了 滚 怎么了 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李白 谁啊 苏宜 云生哥 苏宜 你别走 走 你搞的事 你一直为难素颖 我来教也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游升哥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 能和你在一起 为了我去伤害素颖 你知道当初 她为了完成你姐的心愿 付出了多少吗 她一直把你当成妹妹一样 你回国之后 她不断地嘱咐我 把你照顾好 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啊 而你呢 密白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你在伤害素颖 初初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妈妈 又要不孕 所以你不准得了 今天我们有可能 那么多两个人 那么多两个人